各位朋友好 我是总为你介绍非读不可好处的作家郑匡宇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本 聊天心理学 作者是一位韩国的作家吴秀香 在聊天心理学里头 他分享了非常多 关于怎么样拉近人际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说话让别人想听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 也就是一个好的聊天者的一些技巧 还有理论 我觉得这本书在理论 还有实际方法方面 都介绍得非常的详尽 非常的到位 应该说像这样子的书 如果你有时间把它全部看完 里头的理论做法 全部都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当然非常好 但是大部分的人 现在很难有这个时间 可以静下心来把一整本书全部读完 把里头的方法全部记得 并且全部用上 但事实上所谓好的方法 你光是用个里头的两到三个 对于你成为一个聊天的高手 我觉得就有非常大的帮助了 那我举书中两到三个 大家其实一听了之后 你学会立刻就能上手的做法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确认偏误啊 什么叫确认偏误啊 确认偏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会想要跟想法 思想跟我们接近的人相处 我们觉得想法跟我们接近的人 才是我们喜欢的人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人的想法 说话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赶快结束话题 就会有点想要敬而远之 所以很简单 当我们在认识一个新朋友 或者你是有目的的 希望去多开发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同样的用这样子的心理呢 去想办法营造出一个 对方觉得跟你是同一类人 对方觉得跟你的想法很一致的时候 你成功的几率就高了 我举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 像我现在呢 有不同的客户 那最近呢 有一个客户 他们是办官方的组织 他们刚好需要举办一些线上的讲座 需要用直播的方式 当我跟他们认识之后 就大概可以了解到 现在这些办官方的机构 学术机构 研究机构 他们有大量的需要办线上讲座的需求 所以我在主动接触他们的业务单位 他们的开课单位的时候 就直接拿我过去帮另外一个学术办官方单位做的这个成品拿给他们看 跟他们说 你看哦 你们最近有这个类似的需求的话 可以找我 那他们很自然就会觉得 哦 这是一个帮跟我们类似背景的单位做过Case的业务单位 执行者 那我们应该也可以信任他咯 这就是因为我妥善的运用 他们差不多同一类的人会有的思想 会有的需求 以及我能够怎么样去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做出来的一些表现 那这实际上也体现在在开发业务的时候 我啊 因为过去在学校单位待过 我过去呢 在韩国的红衣大学教过书 在东吴大学 也跟这些所谓的教授啊 或者教职员 学术单位的人 相处过 于是我讲话的方式 我完全理解他们喜欢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 怎么样去呈现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行政流程 于是我在进行业务开发的时候 跟学校单位 研究单位的实行者自然沟通起来 就会比较顺畅 那么我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多多去发展 那各位朋友也是一样啊 如果呢 你就是一个酒色才气的人 你当然在做这个业务相关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 同样也是比较偏好酒色才气的朋友 这样子对方就会觉得跟你是哥们 跟你是好朋友 跟你比较聊得来 这都是因为你前面就了解了对方的需求 你妥善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 那么我们实际啊 在跟别人相处沟通的时候 有人会讲说 哎呀 那你如果做出一个跟对方一样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又顺着对方讲的话 会不会让人觉得你就是一个马屁精 这本书中呢 也提到 的确 我们要顺着对方的话讲 可是顺着对方的话讲 并不像你当一个硬生虫 当一个根屁虫 当一个唯唯诺诺 什么都说好的人 不 你呢 可以赞同对方的话语 但是呢 在赞同对方的话语的同时 你在倾听的同时 就已经不断的想到 怎么样能够帮对方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加分 你的态度 当然不是一个 我比你早想到这一点 我比你更优越 而是 哎呀 你刚才讲的这一点 忽然让我想到我过去也有曾经的经验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我想到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然后很自然的把这个方法说出来 这样子 就会让对方觉得 哎 这个人想法跟我一致 跟我经历过一样的困难 然后因为我的提点 所以他也才想到现在这个方法 那不就是我的方法了吗 哎 那我也可以拿来用 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跟上司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 去建议一个更好的方法的时候 你千万也不要摆出一方向 我比你行 这方法是我想到的 你要做的表达的方式 应该是在对方既有的基础上面 对方说的有道理的地方的部分 去深化它 强化它 然后延续着说 因为你这么说 就让我想到 也许我们再多加一个什么东西 再多整合一个什么东西进来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对方自然就会觉得 哎 这都是他的功劳 才让你想到这个方法 简单讲呢 我们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让别人觉得 他是非常开心的 非常有成就感的 跟着你一起 能够变得更好的 当我们抱持这样子的心理 跟对方进行沟通 或者是所谓聊天 建议的时候 很自然 对方喜欢上你 就信任你 你们就能够一起 持续地聊天下去 并且深化彼此之间的情谊 希望这一本 聊天心理学 能够帮助到你 让你成为一个 聊天的高手 也在自己的爱情 还有事业上 都能够获得 你想要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